不要小看这四袋, 它们逆十几万 Hi, 我是阿健 对上一次我们试Fono Acoustica的线 原来已经是两年前 时间过得很快, 不过疫情还没捱过 今天又借了它们的线 是入门的Elegro系列 用环保袋包装方便收纳 Fono Acoustica的发烧线 谈论到最高一定是旗舰的Virtual系列 插头外形奢华, 花巧程度可以比美银首饰 它拥有顶级音质, 售价十几万起, 价格相当离地 中级的Armonico售价不便宜 5-6万起到十几万不等 入门的Elegro系列, 虽然叫入门 售价由2-3万起到5-6万 整个牌子都是走高档路线 代理阿泳银行网站有列出售价, 有兴趣了解 可以上网站 Fono Acoustica的老板兼总设计师Felix Averlos 当初在设计线材时 他认为道体如果只用单一物料 达不到他所追求的音质 只有合金道体才能达到他的要求 旗舰Virtual系列所用的道体是金银合金 入门的Elegro系列 就是采用铜银合金 成份比例和加工方法是商业秘密 道体合金就在加拿大一间野金厂 按定制的规格生产 然后再运到西班牙加工 全程就以人手制作 线材在出厂前已经报线300个钟 确保送到用家手中已经是最佳状态 Elegro系列总共有8款线材 包括有 RCA线 XLR线 LAN线 电源线 我们就是借了这4款 没有借的 还有USB线 喇叭线 和数码线 数码线亦有分RCA和XLR 他们均采用单支铜银合金 外层就以TEL房和空气作为隔离 厂方指各种线材 都会因应不同的应用位置 采用不同的线径 屏蔽和制作方法 分别摸过4条线的线身 结构都不尽相同 LAN线和RCA线摸下有明显的空气管 XLR线和电源线摸下就像直接摸到线心 出奇地在实试过程中 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有很高的一致性 我想厂方在调声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坊间有不少品牌 即使是同一系列的线材 质素和取向都可以有明显的差异 遇到这种线材 配搭上除了要多加注意 也不能以单一型号的使用经验作为整个系列的取向参考 RCA线插头芯用了外阿依爹的SLSC 物料是4N纯银 这套RCA插是需要扭实的一种结构 正常一般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设计 因为可以锁得很实 插好之后 你们应该一般都很长时间不会再触碰线 但我使机要拔来拔去都会有点烦 XLR线插头芯用了外阿依爹的Focus1 变度物料是银加铃 它们的电源线插头芯用了 电源线插头芯用了外阿依爹的P004和C004 电源线插头芯用了外阿依爹的P004和C004 电道物料是银金和银金 它们的橙色外壳是Fonoacoustic的定制款 的卡路芯用了现在最终的地区 上台再继续发型的D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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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And everyone who knows us know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Royal Let me live that fantasy Why Why Nothing do it anyway Reaching out Touch us later Why Tour I can't Why Why Nothing do it anyway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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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we're Gonna move over just to taste Miriel's Chicken Whoo Dimo Win 一开声,有一种非常活泼,有活力,有阳光气息,朝气勃勃,很年轻的感觉 高低伸延很阔,完全没有压缩的感觉 声音转换非常流畅,高音细节也非常清晰 低音就是它的强项,极之爽快,有力有速度,非常有动态有细节 有能量感之外,也不会很倾钱和很迷身 它的中音都很不错,人声明亮清晰,中频也有色度的中低频 是略带厚声的声底 它的声音整体来说,光阳味会重一点,但绝对不抢耳 音质有密度有质感,全频都饱满丰厚和有层次 前面我没有提过的音场、空气感、音乐感等等 它都有高质素的表现,不过前面提到的特点更为强烈 对比我现在用大约1,000-2,000元左右的线材 在质素上都差不多是全面优胜 分别是取向不同 Land 线我是完全改观的 之前我都颇抗它用一些贵价的Land 线 可能你会回看我两年前对于旗艦Vergusol系列的短片 会觉得今次我比入门系列有更高的评价 如果两者比较质素,当然不能比 旗艦是赢很多的 但如果你论性格,我就比较喜欢Elegro系列 我会将旗艦Vergusol系列比喻为Rose Royce Elegro系列比喻为Super 它们就是顶级享受和乐趣的分别 今天的短片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